接著來看即將有什麼電影要上映呢 這部電影是《抽絲剝繭》 《屍體的屍》 不過它的劇情也是要告訴大家要抽絲剝繭 來去從這些線索裡面找答案啦 這可是改編自有德國史蒂芬金 指稱的費策克 它的小說有一本叫做《解剖》的小說改編而成的 而這個劇情就在說有一位法醫暴羅 他在有一次驗屍裡面 就從這個屍體裡面 在顱骨裡發現一張紙條 這紙條上竟然有一個電話號碼 他就急於好奇打過去 竟然發現了他的女兒被綁架了 而你想要救出女兒找到線索的話 你必須要解剖了 依據依據的屍體裡面 就會有不一樣的線索來拯救你的女兒 而這個保羅他就在想要怎麼辦 而且他要去出發到一個島上 叫做黑爾戈蘭島 但是因為暴風局 他沒有辦法前往這個島 所以他就遠端遙控了在島上 一位漫畫家叫做琳達 但琳達你想他平常就只是畫漫畫 而且一般人怎麼可能會看過多少屍體 所以對於琳達來說 你要遠端遙控她擊破屍體 對她來說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嚇到出汗了吧 所以手當然也是會抖 但是這個保羅就遠端的告訴她 該怎麼做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既然有人說這個是驚悚片之外 這遠端的過程中也弄出了許多笑話 因為在我們電影情報站的製作人 他是搶先看過這一部電影了 他非常推薦大家來看這一部電影 因為他除了是驚悚的過程之外 劇情之外 其實他會有一些其中的笑點 會讓你不自覺地放下卸下了心房 但是又突然出現一個很驚悚的畫面 會突然嚇你一下 所以這部電影該怎麼樣找出 這最後的幸福 就要等大家進入電影院裡面 看過就知道了 我們來看抽獅撥剪 這部電影院裡 我們知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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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去找我 在你置信 他也有另外一位 我去找他 挖掘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尹 尔美聯 我去找你 我向你连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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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路了 我向你连路了 是什么事我们做的事? 我猜音乐 我猜音乐可以在那里面上 我猜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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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那里面上的信息 是这个信息? 我猜音乐 我猜音乐 那.? 是来人吗 他就是雷 catch 你家人讲话 不在那里面中 不要 是那个小姐 我们以来有三个人 我们要在根本 随从哲zech 你得到你房子 你 Abdul裝 poles 我猜音乐 我猜音乐 大家 杀了 她还在 restoring 那里面修伏 那里面修伏 看完了電影的片段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我們幫大家整理的不同電影主題 要請記得鎖定民視第一台 電影情報站